女士們 先生們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一位珍貴的索達基看部仁波切來到這裡 她將要和我們分享她的根本喪失 反而如衣寶 盡美彭塑留下來的珍貴教研 若舍己到 勿擾他心 下面請讓我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 坎布仁波切 格拉爾基坎布仁波切 是當代極具影響力的一位藏傳佛教上師 他來自佛教聖地 五名佛學院 坎布已經在那裡生活了三十年 仁波切常說 早年在法王坐下聽法的日子 是人生當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也是迄今為止最奢侈的一段記憶 作為明馬傳承的持有者和一位卓越的現代佛教思想家 坎布的言行也正是對莫舍己到和勿擾他心的一個最好詮釋 依照法王如意寶的要求 從1987年到現在 坎布一直都肩負著培養和管理漢僧的一個重任 在當今這一個信息發達的高度發達的時代 仁波切也常常說起來與人溝通的一個重要性 那麼怎麼樣才是最好的與人相處之道呢 坎布說 坎布說法王如意寶在這方面已經給到了最好的教研 那就是與對上者恭敬 對下者愛護 與自己平等者和睦相處 所以坎布無論在哪裡 無論與任何人相處 都可以照顧到所有人的感受和需求 那麼不僅如此 坎布還將這種慈悲平等地擴展到了動物 他要求在學院聽他講法的每一位弟子都要必須吃素 其實莫捨己到勿扰他心這個教研 可以有非常多層面的一個解釋 這也是法王如意寶在元季之前 有給大家的最後的教研 下面就讓我們掌聲有請索達基坎布 為我們分享他對這一句教研的理解和感悟 歡迎坎布 謝謝